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一起读圣经的时间 今天我们还是要来读以西节书的第三章 昨天我们读完了 它的一节到十五节 这十五节的经文当中分成三小段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本章的后两段 也就是它的第四段和第五段 是从十六节一直到二十七节 第四段的经文是十六节到二十一节 这段讲到神告诫先知 当如何警戒神子民当中的恶人和义人 第五小段是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 神命令先知接受在侍奉过程中所受的限制 我们为今天的经文所选的要节 是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 经文这样说 人子啊 人必用绳索捆绑你 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 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 以致你哑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 他们原是悖逆之家 当我对你说话的时候 必使你开口 你就要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听的可以听 不听的任他不听 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昨天我们读了第三章的头三小段 一节到十五节 这三段的内容在讲 先知奉神的命 吃了书卷 神又告诉他 他将被差遣 去悖逆之家 也就是被掳的百姓 当中去传神的话语 神又借着圣灵 使先知的服事被启动 在我们读到十二节到十四节的时候 我们会看见神将先知高举在他圣灵的能力中 这样经验的描述 简直是圣经当中罕见的 所以就着一个人属灵的服事被神启动 这方面的经验而言 以希基先知是特别有福的 我们相信他在当时在心情上一定十分的高昂和亢奋 因为就连我们今天读这段圣经的人 我们的灵都会被先知描述的感受所带动 那更何况是先知本人 我们要知道在十四节中 先知讲到自己心中圣苦 灵性奋机 这并不是表示先知被神差派 在无奈中受苦 先知形容的苦 乃是在他生命中乐意为神所去受的 在圣灵的激励之下 就像今天我们所唱的赞美诗里面的歌词一样 他从心里告诉神 我乐意为你而去 而且巴不得为你全然摆上 这种描述其实就和以色亚所说的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这样的心智是一样的 那我们很多读经的人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到了第十五节 先知来到了提勒雅币 这地方就是他和贝鲁的犹大人 一同住的犹太人的聚居点 结果先知就在自己的同胞中 悠悠闷闷的做了七日 在这七天当中 神未曾讲话 直到七日满了 十二节到十四节 于第十五节比较起来 先知在情绪上 心情上 灵命上 其反差 为什么那么大呢 我们真的要好好学习默想 大家要知道 当一个蒙神选招 并要被神使用的人 在被主圣灵高谋的经验中的时候 其感受 灵里的看见 奉献给神 要为主做工的心智 都是被神所激发了的 提升了的 这其实就是 以利亚在加密山上 和耶稣的门徒们 与主耶稣基督 在变向山上的感受和经验 大家可以去参考 《猎王纪上》第十八章 还有《马太福音》第十七章 但当那被神大大高谋的人 一旦下了山 回到并进入到 神猜他们所要去的人群当中 那种心情 灵性上的落差 就会显出来 因为 人被圣灵高谋的感觉 是那么的好 就在那瞬间里 人是那样的 愿以全人摆上 大胆 勇敢 和无所畏惧 并且会觉得 将一切献上给神 都值得 但当先知们 和一切被神所用的人 一旦面对实际的人群 坦白的说 我们的心 立刻就会气馁 低沉 沮丧 并感到无奈 为什么 我们要记得 神要先知所去的 那是先知本国 被掳的子民那里 而且他们在神看来 乃是悖逆之家 大家注意 二章三节 八节 三章的九节 十一节 还有三章的 二十六节 二十七节 我们可以注意到 先知生命当中的热忱 在加巴鲁河边 还是火热的 激昂的 但当他回到提勒亚币 自己的同胞那里 生命中的激情 立即就冷却了 按我们所猜 先知的心中 肯定对自己的民 有惶恐和无奈 他不知道 该对这群百姓 怎样行 所以他的生命当中 生发出忧闷来 这忧闷的时间 相当长 是一连七日 这在圣经 乃是完整数的概念 当然也有圣经学者 告诉我们 先知之所以忧闷 不是由于他没有信心 不知该怎样 在自己的同胞中工作 他乃是 在生命当中 深切的忧虑 自己同胞 未来的结局 因为他已经在灵里 被神启示 并看见 神即将将 那严厉的审判 和刑罚 临到自己 悖逆的国民 先知忧闷 是在忧闷 百姓的结局 而不是为着 自己在百姓当中 工作是否有果效 而烦恼和忧闷 在这方面 大家不妨 好好地默想 并揣摩 总之 第三小段 是非常有意思的 一段经文 那我们接着 就来看一下 第四小段 经文是从 16节 到21节 这段讲到 神告诉先知 他已经被立为 以色列家的守望者 他的身上担负着 警戒恶人 和义人的责任 刚才我们提到 以希节 在提勒雅比 自己同胞那里 悠闷地 做了七日 这个情形 很像 约伯记第二章里面 所讲 约伯的朋友们 也是与约伯 沉默 不讲话的 做了七日 但是当 无语的七天 结束以后 神便向以希节 讲话 神告诉他 已经立他为 以色列家的守望者 我们从前提过 神的先知 有一个角色 就是 以色列家的守望者 他就仿佛 是站在城墙上的 哨兵一样 需要观看 是否有 神子民的仇敌 要来入侵 一旦发现 有仇敌到来 他就要对民众 予以警告 大家可以参考 桑姆尔记下 十八章 二十五节 猎王记下 九章 十七节 十八节 还有以赛亚书 六十二章 第六节 以及诗篇 一百二十七篇 第一节 以希节 作为一个守望者 他不单单 要救着当时 神子民 是否有安全的 国际环境 而及时的 向百姓 发出信息 最为主要的 就是下面 十七节 一直到二十一节 所讲的话 神要先知 向以色列家的 恶人和义人们 发出及时的劝诫 所以这里 先知守望的责任 就包括 他需要明确的掌握 以色列家 所有人的 道德和灵命的状况 并及时的 将神的话语 传递给他们 我们注意到 神要先知 向两种人 发出劝诫 一种是民中的恶人 一种是民中的义人 他们都需要 被警戒 首先 先知有责任 警告恶人 转离他们的恶行 假如先知 没有警告他们 那么到后来 恶人 若因自己行恶 而灭亡 先知就要担负 他们灭亡的责任 这就是三章十八节 所说的 神要向先知讨 恶人 上命的罪 这个结果 很严重 是明确的在指 先知要偿命 但假如先知 警告过恶人 可是恶人 却拒绝 离开恶行 那他们 若因自己的罪 而灭亡 先知就完全 不会有责任 神要先知 警戒恶人 是因为 在后面的经文中 告诉我们 以色列的神 断不喜悦 恶人死亡 而是为喜悦 恶人转离 所行的道 而活 大家可以看 以西节书 三十三章十一节 那里话语的原句 先知 不但要警戒恶人 还要去警戒义人 二十节和二十一节 就论到义人 我们之前讲过 就连义人 都可能会七次跌倒 所以义人 若不再行义 他们也会失去 那蒙神 赐福的地位 所以先知 对义人 要有警戒的责任 义人 若是在软弱和跌倒中 得到了先知 及时的警戒 他们就会站立起来 就像经文所说的 仍必兴起 大家可以参考 真言二十四章 第十六节 当神向以西节讲完了 他作为 以色列家守望者 当负的责任 紧接着我们就进入到 本章的第五段 从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 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 是非常有趣的两节圣经 经文故意记载的非常简略 但实际上却是在告诉我们 主耶和华神 看顾并体恤 限制幽闷的情绪和感受 神知道他刚刚见过荣耀的异象 又被神的灵充满 一下子回到自己同胞中 就在属灵的感受上有落差 感觉到十分的不适应 于是神就再次让他重温 从第一章 一直到三章十四节的经验 神再一次让他经历到 主耶和华神的话语 特特的临到他 圣灵又充满他 并使他得见主耶和华神 荣耀的异象 所以这简直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 给他特别的照顾 再给他吃一顿小灶 为的是让先知 不再心怀忧闷 而是满有属灵能力的 去为神工作 因此请大家注意 二十二节 二十三节所讲的话 神叫他起身往平原去 当然这换了一个场景 不再是加巴鲁河边 但是先知在平原所看见和经历的 就正如第一章到三章十四节所说的 在加巴鲁河边经历的一样 神知道作为属灵的经验和感受 究竟给先知多少才算是足够的 他既不会少给 也不会强加 当神看一切都可以了 于是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 就是这第五段的主要的内容 先知既然已经这么丰富的 真实奇妙的经历到神 他就需要完全的服在神的主权之下 神便告诉先知 必须要接受在侍奉神过程中 所要受的一切的限制 这些限制可能是人加下来的 但这一切来自于人和外在环境的限制 都是出于神的许可 二十四节讲到 当灵进入到先知里面以后 圣灵就使先知能站起来 这就表明他要开始工作了 但主耶和华神告诉他 你进房屋去 将门关上 大家可以参考前面的 第十五节 事实上 从二十四节讲到 神教先知 进房屋去 将门关上 先知便开始了 以行为来掩饰信息 我们通常以为 是从第四章开始 先知才以行为来掩饰信息的 一直到第二十四章 但其实从三章的二十四节 就已经在记载 先知开始了 以行为掩饰信息的 侍奉神的过程 二十五节告诉我们 神告诉人子以西节 人必用绳索捆绑你 你就不能出去 在他们中间来往 这是在表示 先知原本自由行走的行为 将要受到限制 先知既然不能到别人那里去 就会有人主动前来 寻找先知 在八章第一节 大家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但是一旦有人来寻找先知 为神的旨意来请教先知的时候 二十六节 进一步的讲到 先知所受的限制 神说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 以致你牙口 在第四段的经文中 神不是明明的说 要立以西节 为以色列家守望的人吗 并要用言语来警戒 民中的恶人和义人吗 这里为什么又说 要先知牙口呢 其原因在于 后面所说的 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 他们原是悖逆之家 这期经文的意思 我们可以理解为 是神要限制 从先知的生命当中 涌出来的 从仁义的角度 要侍奉神的冲动 先知们工作的主要形态 就是要向民众讲话 我们今天很多做传道人的人 都喜欢讲话 该讲的讲了 有时不该讲的也讲了 但那真正听从神的人 是需要清楚的 知道神的引导 当神让人牙口的时候 人就要学习 禁止自己的口舌 不讲话 因为像着 那悖逆之家的百姓 有的时候你即使说了 也是白说 所以有的时候 先知做工的其中一个表现 应该是反映在沉默的方面 牙口不说话 也同样表示 先知正在工作 因为这是出于神 27节进一步的告诉我们 神并非是让自己的先知 一直到永远都牙口 舌头贴出上堂 不讲话 神有要人为他说话的时候 到了神明确指示 先知该说话的时候 先知就会开口 当先知开口的时候 他的话语内容的组成 不应该是出自于 先知个人内心的热忱 而应该是出于神 这就是神再次叮嘱以西节的 说你就要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主同时又告诉先知 怎样面对民众的反应 主说听的可以听 不听的任他不听 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 27节的经文 大家可以参考前面 本章的第11节 这里的总义在告诉人 神爱自己的选民 所以才派先知 将自己的话语告诉给他们 百姓们若是能听 神借着先知所讲的话 他们就还有得救的指望 但他们若是顽梗刚硬的 不肯听从 就正证实 他们乃是悖逆之家 所以大家今天读第四段和第五段 就请注意 经文里的真理的主旨 是在告诉人 神家中的守望者 对恶人和义人 都有警戒的责任 另外一方面是 那被神的灵 大大充满 并高抹过的人 尤其要明白 神对自己每一个器皿 都有限制 人接受的 外在有形的限制越多 神借着自己的器皿 所释放的能力 就更强 更大 更荣耀 这一方面 我们往后去读以细节书 就尤其会看到 以色列的救赎主 耶和华神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读到 本章的第四段和第五段 主你不喜悦 恶人死亡 你也喜悦 义人从软弱和跌倒当中 被兴起 所以你借着先知 传递话语 给我们这帮 属你的百姓 主圣明求你帮助我 让我就像 你以往 所充满高膜并使用的先知那样 全然在你面前顺服 愿一切的荣耀 都归于你 我们这样的祷告 乃是奉靠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再次感谢我们的主 爱我们